謝謝主席,有請主委 有請蔡主委 蔡委員長 照原先 原能會 要併到科技部 是在今年5月20 對不對 如果我們上一屆 如果是在上一屆 組織 組織法通過的話 是應該是在今年5月20 而不是在明年的1月1號 對不對 好像也不是 因為從去年 去年規劃好像就是在明年的1月1號 去年規劃是因為上一屆的沒完成嗎 OK 也可以這麼講 對不對 是 如果上一屆 科技部的組織法通過 就是在今年5月20 原能會就沒有了 根本沒有談到明年1月1號的問題 有可能 是 如果不是當時我在委員會 堅持反對要求表決 拍桌子 原能會到現在已經早早就沒有了 是 對不對 是 可是我到現在還是要堅持 所以我們大家還要努力啊 讓明年1月1號的時候 原能會還繼續存在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啊 原能會 對二級單位 對現在的台電 對現在的經濟部 多有無力的感 你把它併在科技部 三級單位 將來怎麼協調 怎麼處理 所以我當時 在司法 法治委員會 跟我們教育委員會 聯合審查的時候 我當時講了一句話 如果要把原能會 擺在科技部的三級單位 科技部的組織法 就不要想通過 我當時講過這句話 我現在還是一樣講這個話 而且我也跟全 那個 研考會講 如果你要用 暫行辦法 在明年1月1號 先用暫行辦法 先把它變成三級單位的話 我就跟你行政院 沒完沒了 我現在在這邊公開 原能會 感謝委員對我們的支持 所以基本上 原能會 你本身也要向行政院徵 我想我們立法院 也應該要盡住 我們大家的力量 把核能安全 擺在第一 謝謝 我今天 為什麼要把原能會 維持在二級單位 主要是核能安全的問題 尤其福島事件發生以後 如何能夠確保核能安全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事 如果核能安全都不能保的話 那我們未來台灣還會存在嗎 我完全同意 是 所以現在行政院講說 變成一個獨立三級單位 獨立三級單位 當然可能就是說 我原能會的獨立性 可以保持 可是還是三級單位 是 三級單位的話 你的溝通協調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跟委員報告 我特別 對於剛剛委員剛剛講說 原能會以現況來看 都覺得有無力感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從管制監督 以及對台電的要求 這個角度來講 專業方面 我們絕對不會有無力感 那有無力感的地方 也許讓委員有這個感覺 等一下 是因為安全的確保 其實不光是只有靠監督機關 沒有問題 我們等一下回談 等一下我們回談 好不好 你對於三級單位跟二級單位 對於各部會的協調 這就是我要回答委員的 對不對 就是說 因為安全的確保也好 或者說 核能電廠的 無論是運轉的績效 或者新建中的電廠也好 要能夠達到國民的期望 不是光靠監督機關 也就是說地線的 包括它的管理的機關 也要付全職 沒錯 那這個就是委員剛剛講的 需要有跨部會的協調 你講了這個話 我在禮拜一 經濟委員會 我跟部長講過這個話 我跟同樣講這個話 是 你不能把責任全部丟到 這個原論會 沒錯 那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也定義了 可是確實有些沒有辦法達到 對不對 第二個 你現在人才的問題 現在要找人 已經找不到人了 面臺了好幾個人 現在一聽到 變成三級單位 其他單位的人不願意來 對不對 你跟國外 跟美國 是不是因為 變成三級單位 我們 我不曉得 不過 原論會 跟美國 之間的 核子安全的問題 關係 單位 平常有合作 是 那他們有沒有表示 有 如果 將來原論會 變成三級單位的話 他們會怎麼樣 大概兩年前我們在規劃 主改的時候 就一直在關切這個問題 對 是 他們怎麼關切法 第一個當然覺得說 這個 這個 將來 規劃是要併入科技部這個事情 雖然那個時候跟韓國的做法是一樣 可是他們表示的就是說 其實 這個 從管制機關的立場 對韓國那樣的做法 就覺得不是很恰當 所以也 對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一些疑慮了 那也跟我們做了一些討論 那第二個 當然對於 降成三級單位之後 這個 兩邊在合作關係上的一些對等 以及將來進行的方式 那也提出了一些 這個意見 跟我們在討論 所以如果我們降等的話 將來他派人來參加這個合作關係的人 是不是也要跟著降等 這個目前還沒有談到這麼 他們有講過這個話 對不對 是有一些疑慮 所以在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談到過 我們為了核能安全 有人會不能降等 的原因就在這裡 人找不到人 協調工作會有發生問題 國際之間的合作會被降等 那我們的核能安全在哪裡呢 今天講到 合一合二三角單純的事 我們在去年就跟台電講 你要再延長40公里 台電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不修改他的合約 為什麼不跟中西公司 修改他的合約 繼續把他黃腸岩 是 是 我們的圖片有沒有能放過 我放一張 三角斷層的圖片給你看 這是我在今年修會期間 我到大豚山 大豚山火山觀吃站 他看到這張圖片 我跟他要的這張圖片 這張 這個紅的就是三角斷層 是 是 是 到出海 出海 而且呢 斷層是從哪裡來的 是 從這邊往海裡面走的 還是出海這邊往這邊走的 除非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陳處長曉不曉得 陳處長曉不曉得 棉花峽 對 是從 外海 海棉花峽谷這邊到這邊來的 不是從這邊出去的 所以我們 我們原先是從內部 內陸算三十幾公里 然後 往外海 延伸到四十公里 可是源頭是在棉花峽谷啊 剛剛村長講的 是 是 那所以這邊有 棉花峽谷那邊就一定會有嘛 沒錯啦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求 那這就是為什麼 明明這麼多 吃不清楚的事情 台電為什麼在去年 你原能會要求台電 去修改他的合約 把從棉花峽谷開始做起 不要把那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把它補齊 沒錯 這也是我們不滿意的地方 對 是 台電為什麼不做 那你們說 如果台電不做 十二月要停 停機 跟我們報告 沒有說十二月要停機啦 好 就是假如不做 那我們原來要求的一些時程 達不到的話 那我們最後會用 這個 這個大修不能啟動 這個手段 這個管制手段 來 要求台電 不管有什麼明目 能夠做到 事實上來講 大修停機就是停機了嘛 就是停機了 今天年底 說實在的 時間可能是在比較後面 你應該跟台電講 我不管你做不做 我就 視同是從棉花峽谷過來的 因為在事實上 這個地質學來講的話 它是從棉花峽谷 往內陸進來 不是從裡面 往棉花峽谷過去的 如果是從內陸 往海裡面去走的話 我可能滅達到棉花峽谷 可是依照地質來講 是從棉花峽谷過來的 所以從海到路 不是從路到海 那所以那四十段 四十公里的 基本上應該是會有的 那所以你就 視同 會有 你做出這如何補強嘛 就要求台電這樣做嘛 不然的話 這時候我就要求你停機嘛 而且說實在的 台電要藉口 春天能做嗎 不能做 冬天不能做 夏天不能做 只有春天可以做 秋天可以做 夏天冬天的海象 沒有辦法做 只有春天和秋天可以做 你還有跟國歌會 借海洋船去調 是 看現在春天也可以有嗎 明年秋天能夠排得出來嗎 等到你通通調查出來以後 到什麼時候 然後再來設計 再改 為什麼不現在要求台電 你就是有 你開口開始做 否則我就給你停機 我不管你用什麼明目 大修也好 其他的也好 用這樣做 才顯示出 你原能會的 對核能安全的管制的決心 也才顯示出 你核能安全 我想委員這樣的看法 在我們內部 也才能夠顯示出 我們立法院 挺原能會 維持二級獨立機關的 重要性 原因在這裡 可不可以諸位 我想委員這個看法 在我們內部討論的時候 也是我們 有同仁提出來的 這個想法之一 不過目前還沒有做 最後的決定 應該要這樣做啊 是 就應該要做啊 我們今天並不是說 為了什麼 為了核安 為了台灣人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的保護 我們必須要做啊 如果我們不要求台電這樣做的話 責任就在我們台電了嘛 核四也是一樣嘛 如果真的是講一個智能不足 那將來幹出一個智能不足的電廠了 那我們怎麼大家安心呢 對不對 核四說是 除是用英文的 大家不懂英文 當年 台北市的捷運 也都是用英文的 跟外國溝通用英文的 開會講英文的 發文公文都是用英文的 合約都是英文的 集成的員工看不懂英文 結果火燒車 就我們在台北市以後要求 所有的通通變成中文 你看從上次到現在還有沒有火燒車 沒有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要要求台電啊 而且核四沒有外國人呢 沒有外國顧問公司啊 核二核三都是外國 每次開的時候 都有幾百個外國人在現場 現在核四有外國人在現場嗎 有是有的 對不對 賣保險的有 已經慢慢恢復了 從去年開始 有一個外國人住在那邊 結果是賣保險的 是嗎 沒有啦 我聽我們同仁跟我講 現場的同仁跟我講 大概現在已經陸陸續續 有比較多 G1的一些專家 還有國外的 顧問公司的一些專家 所以大概 大概我想 兩三百個人 跑不掉吧 有沒有 其中有沒有賣保險的 我不知道 所以主委 我們今天 我想我們一直在 要求一直在改善 我們都是要求 唯一的目標 是 而且不能變的目標 核能安全 是 這是我們的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對於台電的部分 你三角斷層 你不願意去做 沒有關係 他不要認為 我這樣拖拖拖拖 拖到107年 合一 就自動停掉了 是 就把它拖到那邊去 我們就不能讓它拖啊 是 而且我也請教 我們絕對會把它當作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也請教 中華民國結構 技師公會的理事長 他說如果是 以他專業的結構的看法 這個不要補強 花了錢也補不了 也浪費 不如就停計算了 我想 也許這中間有些 這個認知上的落差 所以 當然 他也許只是 從 現在看一個表面上的狀況 實際中不了解 所以對於補強的問題 你絕對不能光聽 台電的補強方式 你也要找國內外 有關結構工程 有專家的 專家來考量到 結構補強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我能不能很簡單 很簡單一個 一個 也許大家認知上有些不同 其實喔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耐震安全基準 它指的 不是結構的這個耐震基準 而是安全停機的耐震基準 換句話講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房間 裡面有一些安全的設備 有些管路 我們要求的這個基準是說 這些安全設施 它的運作 在那樣子的地震之下 它都能夠正常運作 所以換句話講 其中包括結構 包括管路 包括所有的設備 不會因為震 而失去它的功能等等 其實我們結構的部分 都比這個還高 建築物的本身的結構補強 是沒有問題的 技術上做得到的 他考量的就是管線的補強 管線怎麼補強吧 尤其做了40年以後 40年前的管線 我想以後有機會 會跟各位委員報告這個部分 所以他講的重點 就在管線的補強 而不是建築物本身的補強 沒錯 謝謝 謝謝蔡委員 謝謝蔡總統